肾功能和性功能障碍 有的药品属处方药 禁止在大作媒介发布广告 有的普通食品宣传药品功能 涉嫌虚假误导 针对这一事件 本台记者也采访了一些演艺圈人士 天天的 你说捧个奶粉 捧个什么东西在那出现 本来就是 我觉得就已经曝光的 都烂 人的形象都给让人看烂了的时候 这损失已经很大了 如果这个东西再出问题了 你想有多大的损失 让某一个企业 需要名人推广代言的时候 他会获得一个资格证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有了这个资格证的时候 就简化名人去代言的去考察 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 对于类似的事件 中国消费者协会 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即将修订的广告法 将名人广告代言问题 增设条款进行规范 发布广告要手法 而精英网络游戏 也有法律来约束 三号文化部通报了 涉嫌违法违规的 188家运营单位 及其游戏产品 要求各地进行调查和查处 这些被查处的单位 有的在网络游戏产品的宣传中 格调低俗 有的提供 未经批准进口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还有的非法提供 网络游戏私服外挂 以及未敢要求进行的备案运营 不管是谁 违反法律都应该付出代价 全球最大名租商沃尔玛公司 就因为侵占员工休息时间 违反劳工法就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二号 美国拉斯维加斯地方法院最终裁定 沃尔玛要向当地员工支付 约6500万到8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这场诉讼案始于2005年 当时沃尔玛11万员工 指控公司剥夺员工午休时间 还逃避付给员工加班费 按沃尔玛的说法 沃尔玛只是占了员工几分钟的小便宜 亏欠每名员工只有20多美元 但以沃尔玛公司数百万员工来计算 累计起来的小便宜 却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大数字 贪小便宜有时会吃大亏 而逞意识之快 也可能会酿成大祸 这方面 酒后驾车的司机就制造过很多悲剧 10月31号傍晚 又一起悲剧发生了 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珠桥镇 一起越野车连撞4名中学生 造成三死一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3号 楚州交警大队通过血检 证实肇事司机杜某 洗醉酒驾车 3名在车祸中遇难的中学生 分别叫朱广泽 张义和徐扬 受轻伤的孩子叫苏瑞 4人年龄都在15到16多岁 受害者家属表示 他们希望交管部门能尽快查清案件 中午11点左右 检验结果终于出来 交警第一时间告知了受害者家属 警察的结果呢是88火刻买一部火山 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同 在建农州的以外国人 超过88火刻买一部火山 我们再去驾驶 所以呢这个甲云 事故发生之后应该是 不过